你们有没有弹吉他或看人弹呢? 你们有没有留意弦线是怎样震动的呢? 吉他的弦线震得很快,震幅又小,很难看到它的震动模式 现在我们将弦线长短和粗幼加大10倍,就变成这条弹弯 你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弦线是怎样震的 弹线的一端是固定的,然后同学会在另一边震动弹线 当达到某一个震动频率的时候,我们就会看到一种特别的现象 弹线上就会出现一个或多个由圆弧组成的环形 而整个图形是不会向前或向后移动 这种波形我们叫做珠波,Standing Wave 我们看到当珠波出现,在弹线上有几个位置 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位移,这些地方就叫做波折 另外有几个地方的震幅是最大的,这些位置就叫做波幅 究竟珠波是怎样形成的呢? 我们震动弹线的一端是制造入射波 入射波的频率是特定的 而当入射波去到固定端的时候,波被反射 入射波和反射波相遇,就会形成珠波 我们将震动的频率增大,就会发现到 当震动去到某一个特定的频率 珠波又会出现 而波折和波幅的数量都比之前的珠波为多 如果我们将震动的频率增加,就会发现到其他的珠波 而这些珠波是有更多的波折和波幅 我们所选的震动频率越大,出现的波折和波幅就会越多 究竟我们可不可以从珠波的形状 制造所对应的震动频率呢?